大家好,我是武鹏 现在是一名独立插画家 土画书创作者 在开始分享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看两幅作品 大家觉得这两幅作品 哪幅更专业或者说是更好看一些呢 喜欢左边的请举一下手 好,谢谢大家 那喜欢右边这幅的呢 好,谢谢 其实这两张图都是我画的 左边这张呢 是我上初中时候的作品 而右边这张是我最近的作品 其实我更喜欢右边这一张 至于从左到右的过程 且听我接下来慢慢分享 在我刚学画画的时候 老师会给每个同学的画作打分 也会做出相应的评价 比如说哪个同学画的好或者不好 哪个同学画的非常的逼真 而哪些同学画的不像 似乎排名和分数 在我的学画生涯中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我下笔之前 我都会想我这样画对吗 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会准确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变得非常抗拒画画 甚至是讨厌画画 但是这一切似乎在高二那年改变了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周末 我和同学去到了北京的一家图书大厦 我在畅销榜单中看到有一本书 大概叫做给年轻人的忠告 那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它的封面是深蓝色的 然后中间印有一幅纸张泛黄的铜版画作 它的风格就类似于右边这张图 我觉得它当时看上去非常像我学的素描 所以我就好奇地翻看了这本书 它里边是有很多个小故事组成 而且每个小故事的后边 都会赋予这样的一张插图来进行装饰 我会很渴望知道这些插画 究竟讲了怎样的内容 也非常想知道 它和文章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而我并没有把我的视线停留在 它的透视 结构是否准确 是否对 这些精美的画作 让我有一种非常舒适的阅读体验 它不像我那个时候看的大多数是一些小说 散文 然后密密麻麻的文字 实在是有些枯燥 而且在我的认知里呢 像这种封面这样的作品 应该出现在美术馆或者是艺术馆当中 而当我看到它出现在一个 和美术教学毫无相关的书上时 那一瞬间拉近了我和艺术的距离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说 我以后很想报考这个专业 但是我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它有多少种类和多少风格 但我非常渴望去用这种方式表达 后来我上大学后 学习了平面设计专业 其中一门课程叫做书籍装针 它里边会浅显地讲到一些 关于插图的相关知识 我欣喜若狂 这不正就是我想要学习的东西吗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些画作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精美 所以我就开始了插画的探索 即便我开始了探索 我也有很多的不确定 因为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 我对插图完全不了解 而且它也在中国不能属于一门专门的学科 网上对此知识的介绍也非常的少 于是我就开始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 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但我唯一能坚持的就是在本子上不停地画着 偶然一个机会 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兴趣小组 大家在里边交流分享 因此我也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 感觉一瞬间找到了组织 开始自学插画后 我才发现原来艺术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 并且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件事情 就像每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样 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它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只需要我用最真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就足够了 插画是我最舒服的一种表达方式 它让我认识到我的艺术世界里没有对错 只有真诚 从此我进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 没有老师教我 也没有一些专业的书籍供我参考 我只能是一点点地摸索 还有就是不停地在本子上画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感受到了很多的痛苦 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左边的那幅素描 它是专业的 高级的 而右边的那幅画呢 它是形态不那么准确 甚至是有些幼稚的 有这样想法的 不仅有素未谋面的网友 也有和我天天相处的家人 朋友 还有同学 这对我真的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 别人的批评会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一定的困扰 我一度怀疑我这样的坚持和探索 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所以又一次我想要放下画笔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一个长者朋友 他和我说 其实敏感没有什么不好的 要看你怎样去用它了 之后的这句话 在我耳边回想了很多次 我在想 既然我很难改变自己 那我不如把我的这份敏感 用在我的创作当中 用心去观察一个事物 我总能感受到更多的细节 往往是大家感受不到的 下边我给大家看一幅作品 这个作品是我2018年在几州岛拍的断崖 大家都见过海边的这种巨大的岩石 或者是断崖 它的护面往往是深色 或者是灰色的岩层 然后靠近水面呢 还有一些潮湿的地方 它会长有苔藓 就像我拍到的这照片一样 仅此而已 但当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它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视觉冲击力 因为当时正值中午 耀眼的阳光 把周围的一切都照成了白色 只有眼前的这个断崖 它是深色的 当我把我的视线 停留在这片深色当中 我才发现 原来它里面有很多的小东西 在此起彼伏地跳动着 我从这片深绿色中 我也感受到了更多的细节 更多的激励 更多的质感 更多的颜色 于是我回家用画笔 演绎成了下编这幅作品 很多人问我说 你画的是看到的风景吗 我回答不 我画的是我感受到的 渐渐地 大家开始理解我的这份坚持 2017年 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 关于油画棒记法的书 它让油画棒在中国风靡一时 也带火了油画棒 和它的很多周边产品 许多人给我贴上了油画棒 艺术家的标签 在出版这本书时 我的编辑问我 你还担心把你独创和研究的技法 分享给其他人吗 你怕很多人和你画一样风格的吗 我回答不怕 在我不了解插画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所谓谋面的网友 在网上进行着无私的分享 而我这次呢 只是把这样的善意 分享给了更多 想要探索陌生领域的朋友 而且我非常喜欢探索未知 即便大家去模仿我 也会不断地激励我前进和引领 油画棒创想会出版后 为了突破自己 我决定再次探索未知 我在思考我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和怎样去表达 于是我开始尝试了一些综合材料的技法 利用它们的不同特质 去捕捉出我对画面中最贴切的感受 渐渐地 我又通过大量的练习 画了很多不同的对象 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理解和表达 我开始摒弃 让我最初最有安全感的油画棒 而是在画面中大量运用了 我不熟悉的媒材 全新的肌理和质感 给我带来了非常强的探索欲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感到了无比兴奋 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成就和满足感 下边我给大家看一幅作品 这幅画呢是2019年 我画的意大利的一个小餐馆 右边这幅图呢 其实是左边这幅图的一个局部 我想向大家展示的是这个火腿上的架签 大家仔细看它 它其实是突于画面的 这个地方其实我运用的是一个拼贴的技法 首先我是先从杂志上剪下来一小块 然后再贴在画面相应的位置 然后呢我再用彩签或者铅笔在上面勾勒一些细节 来呈现它们的这种不同的肌理感和层次感 我非常喜欢在事物的局部去加一些这样的技法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幅这幅作品 这个作品是前年冬天 我刚出地铁口看到的一幕 当时正值傍晚 天空中飘着小雪 我首先被这个眼前的移动的水果卡车所吸引 冷色调的马路上行驶着暖色调的水果车 一时间江路上的行人 车辆赋予了温度 那种感觉非常的微妙 所以我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一幕 首先我选择了一些比较厚重且不透明的材料 水粉等 然后对画面中的主体物水果车进行了描绘 然后又选择了一些轻薄和透明的材料 水彩给地面还有背景进行了铺色 为的是衬托主体的同时 又将整个画面感的空间感和层次感拉开 我会根据不同的对象去选择相应的话剧 然而工具只是我的一个表达手段 我觉得任何材料都可以表达出我的情绪 我的感受和我对世界的理解 但前提是要真诚 2018年我利用这种技法 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大岛小岛 他让我在2019年成功入选了世界级著名的插画赛事 意大利博罗尼亚插画展 在之后的一次旅行和爸爸的白宝箱 也分别在2020年和2023年入选 目前我一共入选三次 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连续两届参展的艺术家 他也让我在今年非常有幸成为 意大利博罗尼亚童书展60周年盛典的主视觉创作者 还记得高二第一次在图书大厦看到那本给年轻人忠告的书 到现在我出版了一些书籍 参展了几次世界顶尖的插画展 服务了一些全球知名的客户 我不再是那个在网上四处提问的学生 也不再是那个在别人意见中会迷失方向的自己 感觉这些年经历探索了很多 也感觉时间弹指一挥 这些年的经历和探索 让我对今年大会的主题 探傲索引深有感触 我认为对待喜爱又陌生的事物 贵在坚持 用心感悟生活 真诚表达自我 生活就一定会闪闪发光 愿大家都能有一物相伴一生 Intro the unknown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